好 明轩 来 回来了 来 我来 不用 别忘了 听说你成功地跟蜜亚见面了 唐伯伯特别开心 说晚上要跟你喝一杯呢 咱们一起喝一杯 好 明轩 这次你在巴黎能和蜜亚单独见面 非常无敌 我得祝贺你一下 来吧 多吃一点啊 我有一个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 这次去巴黎 明轩 别说这些闲话了 一会儿菜都凉了 来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吧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正事 不是什么闲话 这样 明月 你的事一会儿再说 雪凌啊 她刚从米兰回来 也是为公司的事情在忙 听说她约见了好几个 非常不错的设计师 是吧 是啊 我这次接触的这几个 华裔设计师呢 他们对我们明远的环境和资源 都相当地满意 再加上美日时尚 在国外设立的这个海外版 他们这个热门的服装网站 销售量已经排到了前十名了 所以这些设计师 非常希望能够回国发展 那很好 还是我们雪凌能干 明轩 你还不谢谢雪凌 辛苦了 还有就是 我除了物色到这几个 优秀的设计师之外 还有其他意外的惊喜 还有什么 说说看 米兰的JK设计师 想跟我们明远合作 联名推出一款 中国风元素的新装 在下一季的米兰时装周 作为压轴款 好啊 你跟JK都有联系了 不容易 这个说来 也是不打不相识 我跟JK的HR 都在争同一个设计师 然后就这样一来二回 他们既然对我们推出的新装 特别感兴趣 他们说 我们明远的服装 是可以在国际时装周 展露头角的 所以就找过来了 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要我说啊 你们就别去联系 那个法国公司 这一趟一趟的 费力又不讨好 雪凌缴的公司 就挺好嘛 又不是没有大公司 跟我们明远合作 但但呀 公司这事情你又不懂 明远要发展 就一定要打入国际市场 好好好 我不说 是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件好事情 明远 您该进雪里一杯 快吃饭你们 多吃饮 谢谢 来来来 我们一块吧 喝一下 来 谢谢雪凌 谢谢 辛苦啊 雪凌 嗯 不用送了 明轩 你刚从法国回来 肯定挺累的 我可能就时常没倒过来 那你就早点休息 如果累的话 就多休息几天 雪凌啊 我有点累了 我先回家了 你说这孩子 去月探巴黎 就被那女孩带坏了 你别着急嘛 我能不急吗 你要相信你儿子 她不是那么容易被带坏的 在饭桌上你没看出来 叫不是我压着 赶紧打岔 她当着雪凌的面 她就得说了 明轩的性格你应该清楚 嘴涨她脸上 她想说我们是拦不住的 但是我们两个必须得压下来啊 如果她当着雪凌的面说了 这个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但是我真觉得 她跟雪凌之间到底怎么着 还不一定呢 所以我们要帮忙啊 我们要把她们两个撮合成啊 这怎么帮忙 这不是 这就是 你强行把她们往一块拽吗 这就是 强扭的瓜 她不甜 她小她不懂事 但是咱们要分清楚啊 真是的这个孩子 反正戳雪凌 我谁都不认 是吗 你来得正好 我要跟你谈谈雪凌的事情 来坐 刚才想跟你们聊了 你们谁都不理我 现在又想跟我聊 你的婚姻和恋爱这是大事 真的不能胡闹 你要听我们父母的意见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妈我太难了 我都这么大了 我自己谈恋爱还做不了主 你能做主 但是父母的意见你也要听啊 我们都是希望你能够做主 好多幸福啊 对 三年前 您不就为了公司利益 想让我娶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吗 结果呢 幸福吗 我承认当时这个事情我有责任 我跟你说对不起 是我没有搞清楚 硬把你们两个逼在一起 才造成今天的后果 但是雪凌和倩倩她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回事 雪凌为你付出的这么多年 你我心里都很清楚 她为了这个家为了公司 为了你 她是全心全意的 如果我 妈你再继续这样下去 就只会重蹈覆辙了 是 雪凌她为了公司付出很多 那是她的职务啊 但是在商务当中 我只要她对我也很好 但你说一个女孩对我好 我就要跟她在一起了 那这样我是不是 要同事跟很多女孩在一起啊 但是你跟她不一样 你们青梅竹马 知根知底 从小一起找她 行 那我娶俩 行吗 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 娶两个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雪凌有什么不好的 你非要娶那个莫飞 你这叫忘恩负义 你懂吗 好好好 把你好好管管吧 你看你媳妇打人 林轩 你看你看 弹着弹着又弹崩了 又弹不下去了 老是这些话 车骨了翻过来 对呀 我都烦死了 我都烦死了 有意思吗 我也不想讲这些话 为什么不要插手她的事呢 我为什么不插手她的话 她是我儿子 我是她妈 我希望她能够幸福 你越插手她越不幸 不明白着呢吗 恋爱自由说了一百年了 怎么在咱们家就醒不通呢 因为她年轻她看不透 喂 爸 还没事 老师 出息了 还法国女朋友 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这不是之前还不确定吗 现在确定了 老师 你这孩子一向是稳重的 对呀 你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个人问题 我不愿意多说什么 但是我不希望你 在这个事情上面 跟你妈闹交 你知道吗 咱们过去的事情可以不提 但是你得清楚一点 这个房间里边这个女人 她是生你养你的亲妈呀 她您知道我妈她专横霸道起来 这谁能管啊 那我答应你一点 如果她专横霸道 我帮你说话 你说话算数啊 那当然 晚安 但是你给她点时间 让她慢慢地来适应你 你得知道 她是这个世界上 最关心你的人 这点你承认吗 明白 所以跟女人打交道 你得找到方式方法 是吧 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把俩人关系给闹僵了 我说的意思你能懂吗 我懂 女人方便杜翔老爹学习 在房间里生门戟了 你去拿一把她喜欢的婆婆 给她送过去 快 真是个好老公啊 快去吧